专载自摆教号作者,求后今天是德国国家队报道的日子,德国队也开始了10月份欧洲国家联赛的备战工作,这个时候德国媒体和民宿们也不闲着, 首先先是图片报指出了由于拜仁最近的连续不胜,连赛列拜,德国队的拜仁球员们心情不太好,这个时候德国足球的民宿马特乌兹直言,拜仁最近的连续失球都和诺依尔的实力下滑有关,他应该是时候得给其他门将们机会了, 当然我不是说他不是一个优秀的门将,他以前的确是无敌的,但是再优秀的球员都会有水平下降的那一天,德国队和拜仁还无条件的,让他安心的手发,连会造成球队的失球, 这位总是一大嘴巴才能在现在的球迷心目,中共股地位的德国民宿还在图片报的采访中表示了, 至少应该在德国队和拜仁中,树立一个诺依尔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,两位门将竞争上岗, 就像克林斯曼刚刚上任,时候的卡恩和莱曼轮换一样的,至少在德国队中,特尔什特根就不错, 在和图片报记者的探讨中,马特乌斯也和记者一直认为,诺依尔正在沿着当年卡恩下滑的轨迹, 仔细分析下来,同样是作为德国队和拜仁的商量队长,现在的诺依尔和当年的下滑时期的卡恩, 真的有三个方面的吻合,始于世界杯的失误很多老球迷们都认为卡恩当年的下滑, 始于03年欧挂对卡洛斯那角任一球的惊天大,漏少,其实这个转折点,出现在02年世界杯决赛中的第一个失球, 卡恩的扑球脱手,这对于卡恩这样的世界级们,将来说是不可能出现的错误, 但是有球迷就说了,卡恩当时是手指在上半场的时候,被罗奈尔多踢伤了, 当然这个我们就无从考证了,诺依尔的抓着点同样出现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, 的确他没犯错,但是这样子的失误,是他巅峰期从未有过的, 世界杯之后的一个赛季失球率明显增高在02年203赛季, 拜仁在联赛的失球率增高了不少,这与当时卡恩的状态消化,有着不可推陷的责任, 念在当年整个德国足球都比较低迷,没有哪只德甲球队能和拜仁别瞄头, 但是一道欧挂,拜仁就立马圆形毕露,虽然说本赛季才进行了七轮, 但是诺依尔只有58%的扑球率排名,整个德甲门降的倒数第二,硬碰硬的数据上, 两代门神的夏华七也是如此的吻合,作为教练的纠结诺依尔和卡恩, 谁在德国足球界的地位更高,一直是球迷们讨论的焦点, 有的人认为诺依尔有世界杯了,但是又有的人表示卡恩作为守门员拿过世界杯迎球奖, 所以目前只能用地位相当来形容了,02年世界杯后,老苦更高的卡恩尽管出现过失误, 但是,面在他的地位和影响力,沃勒尔愣是不患,虽然说卡恩仍然是当时德国最出色的门将, 但是对立的阶层分明,直接导致了04年欧洲杯的惨败, 克林斯曼上任以来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,如果将卡恩连根薄起, 他的两个步骤分别为,为掌绣标交给巴拉克,用轮换的套路,慢慢将状态更好的来蛮扶装, 正是这种公平的机制带来了06年世界杯上,德国队的焦点一心, 然而令所有德国球迷失望的是,勒夫表面上承认了,不应该过度依赖攻勋队员, 但是做起事情来还是认死理,死守着状态,已经下滑的诺依尔作为德国一门, 低谷的德国对我们老球迷们都见过,但是低谷时还不知,凡行德国足球倒是从未有过。